好 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乌克兰反攻又有捷报了 新收复扎波罗热南部的另外一座村庄 泽洛斯基也证实反攻有成 并点名在阿夫迪夫卡方向进展顺利 至于关于新卡霍夫卡水坝被毁 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 根本就是俄军所为的 乌克兰军方公布了一张水坝被毁前的 无人机空拍照 指出当时大坝上停了一辆 满载爆裂物的白色轿车 位置就在俄军所控制 水坝最初的爆破区域 乌克兰东南部又有村庄 飘起乌国旗帜 乌军反攻 捷报连连 在阿夫迪夫卡也有好消息 为了扩大收复范围 乌军出动攻击直升机和战机 从空中加强施压 只是附近的俄军还是顽强抵抗 现场不时传来密集炮火声 乌克兰电视台记者另外深入 巴赫姆特前线战壕 亲身感受周围 人在激烈交火 不过现场的乌军也做好准备 从多方向突袭之外 也从空中锁定俄军位置 展开精准打击 俄罗斯尽管不想承认 失去多座村庄 但更多的证据摆在眼前 这处小村已看不见俄军的影子 而原本镇守在这里的甚至是一堆囚犯兵 专家调查 新凯护富哈水坝被毁 认为幕后的原生几乎可确定是俄罗斯 证据之一包含这张乌克兰无人机拍下的侦查照 指出爆炸前存有一台可疑的白色轿车 现身水坝附近 上头疑似满载爆裂物 地面薄荷东西两岸救灾工作忙不完 这几天更陆续巡获 多具逃生不及被淹死的受害者 目前俄乌两边通报死亡人数各自多达十几人以上 不排除还会发现更多的遗体 专家分析乌军必须反攻到让俄罗斯感觉会输才有效果 但两个国家战争前军事开销差距达十倍之多 也不排除普京还会想投入更多的士兵到前线绞肉机 占个宁死我活 因此西方坚定的军援仍扮演乌军反攻的重要力量 聪明战术之外还是得靠军事实力逼普京任勤现实结束战争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乌军两条战线攻势严重受挫折损超过一千人 恐怕是乌军反攻开打以来损失最惨重的一天 俄军对状况还是蛮乐观 认为说乌军难以突破他们的防线 总统普京还威胁说如果西方再给坦克战车 自己也会卷入战火 普京还退回非洲国家提议的和谈草案 拒绝交出占领土地 只要有风吹草动 俄军士兵先开火再说 绝不让乌军跨越豪沟防线 话还没讲完 激烈枪战又开打 俄军死守乌冬防线 试图挡下乌军大反攻 就连较少深入战场的卡五十二直升机 也登场猎杀两辆乌军的装甲车 可能代表乌军的野战防空有漏洞 让俄军逮到机会返将异军 俄罗斯国防部说过去二十四小时 双方在扎波罗热以及盾内刺客激战 还说乌军折损超过一千人 恐怕是单日最严重挫败 趁乌军还没站稳脚跟 俄罗斯总统普京再度威胁北约国家 若继续送坦克战机给乌军 难保西方不会卷入战火 只是普京最近仿佛大怒神上身 日前他接近来访的非洲领袖团 暴气打断南非总统发言 普京对南非总统代表提出的 五二十点和平协议越看越生气 批评内容错误百出 他绝不签字 只是南非总统才刚刚答应 若普京到南非参加金砖峰会 绝对不会逮捕他 现在他却跟非洲领袖一起当小学生 听讯脸色难看到不行 无奈斡旋努力付诸东流 其实上周五非洲领袖先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就是要跟总统泽伦斯基讨论和平协议的草案 还不巧遇上俄罗斯空袭轰炸 冒着生命危险 好不容易取得泽伦斯基的初步背书 满心期待有进展 结果到了莫斯科 普京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有够吃力不讨好 摊开非洲国家提的十点协议 主张乌俄尽速展开和平谈判 暂停交战 非洲国家盼望能够先解决粮食危机 确保股物化肥出口 还提到主权人民的归属 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 可能就是这段话让普京很刺眼 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禁止 武力夺取领土 那2014年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 不就得乖乖兔还给乌克兰吗 乌克兰坚持底线就是 俄军全面撤出占领土地 再来和谈 现在要靠反攻战火 争取筹码 不过此时俄罗斯南部 紧邻乌克兰的布洋斯克 又传爆炸声 一座施工中的军医院 突然起火燃烧 尽管无人伤亡 当地民众议论纷纷 一度以为又是乌军发动 跨境袭击 不过后来当局 查无外来因素 证实虚惊一场 TB 选择报道